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為何我們會有這個想法呢? 因為這些概念 很多時都是由迪士尼的卡通 去灌輸給我們 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迪士尼樂園成功資料的故事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鈴鐺 好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剛剛開始 迪士尼做的時候都是由影片製作開始 生產了很多受市民觀眾的卡通影片 直到1955年7月17日 是第一個迪士尼樂園 在美國的納薩堅建成 亦是史上史無前例第一個主題公園 而每一年都接待了超過2000萬人次的人數 開業至今 迪士尼樂園已經接待了很多不同的國家 政要以及皇室成員 而經過了這麼多年的不斷發展 華達的迪士尼產品 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品牌之一 有不少分析人士認為 其實迪士尼能夠長期成功的原因 就是在於快內價值傳播 雖然迪士尼門票一點都不便宜 但他們門票收入並不是迪士尼主要收入來源 而他們最大收入的來源 就是來自迪士尼相關的產品 他們總是會令別人心甘情願 在銀包拿錢出來買的 就好像我這些 而全球這麼多迪士尼裡 最賺錢莫過於東京迪士尼 從1983年開業至今 東京迪士尼連年盈利 因為代理的日本迪士尼 日本紫設計公司 對迪士尼的理念深刻理解過後 北盲根蟲 而且產生一個獨家的經營戰略 令到東京迪士尼可以給到 每一個客人有與眾不同的體驗 首先 日本迪士尼的遊行show 基本上都是日本紫設計公司獨自研發 只要天氣條件不太惡劣的話 遊行show都會準時舉行 遊行show的內容不但符合日本本土文化之外 並且非常之注重互動性 另外日本的動漫產業 一直都是世界首屈一指 很大程度上都是歸功於周邊產品的開發 所以東京迪士尼深深明白到這個優勢 將這個重點除了放在迪士尼的體驗之外 更加開發原創還有一個獨特性的周邊產品 並且每一年都推出至少200種以上的新產品 進行一個替換 所以它銷售額當中接近三分之一都是這些周邊產品 他們認為出售並不是產品 而是一個快樂的氣氛 迪士尼的文化和體驗的回憶 同樣地 樂園裡的餐飲體驗也是獨一無二 迪士尼裡的餐廳菜品 小食 都是只有在那裏可以吃到的 不論在造型上都會特意做一些卡通的模樣 令到客人有一個置身於樂園的投入感 除了在遊玩的時間 連遊客在休息、用餐的時候 都會不忘給他們獨有的體驗 難怪連迪士尼的食物都成為了一班遊客搶購的動力 好 今天分享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 給個like、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鈴鈴 記得和身邊的朋友分享 今天分享的迪士尼樂園成功之旅故事 接下來我們FWC會有更多 關於不同的投資技巧、市場消息和資訊 和大家分享 繼續留意我們的Channel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製作之類的 製作的 出售 製作牙 製作和 記述 回 使住 收集 從